刚刚,我发现老公有了个八岁的新儿子 开家长会时,他恰巧坐我旁边 我代表成绩优秀的女儿,分享成功经验 她代表倒数第一的私生儿子,接受批评 后来女儿上台朗诵满分作文 临时发挥出一段催泪演讲 我的死人爸爸 老公在大家感动的泪水下,面色铁青 小三在后门躲着,不敢说话 一,女儿八岁了,甜美可爱,像小天使一样 老公逢人就夸女儿好,大家都说她是女儿奴 可是她从来不出席女儿学校的任何活动 每次都以公司业务繁忙为理由拒绝 三年级的期末考试结束 女儿思乔又是全市同考的第一名 我把这个好消息发给老公良人李 良人李语调落寞 老婆我要出差,来不了 她还拜托我要一定要设想 记录下女儿的成长 下一秒,挺着运渡的女人走进教室 她牵着一个西瓜头男孩 有几个家长围上去 这就是药祖妈妈吧,好漂亮哦 难怪老公是身价千万的大老板 你这个包包好漂亮,是新款吧 药祖妈妈坐在我的旁边 将奢侈品包包放在桌上 巧笑倩熙,我不认识名牌 都是老公给我买的 然后她看向我 阿姨,您这块腕表我也有一只呢 我看了眼孕妇,你在跟我说话吗 面前的孕妇的确年轻 看上去也才只有二十几岁 孕妇继续补充 是啊,您是孩子外婆吗 我正在处理公司的事情 重新把注意力收回屏幕 只是抽空说 小妹妹,你再胡说八道 我是什么外形条件,我自己很清楚 只能说明你眼睛不好 而且你手上这块腕表是假的 这么多人看着,孕妇有点下不来台 你凭什么这么说 我晃了晃手腕,因为真的在我手上 孕妇理直气壮 这是我老公送给我的 不可能有假 我不信,除非你证明 孕妇以为刚才对她谄媚的家长 这次也会站在她的身边 没想到夫人们没这个意思 因为他们都认识我 事关我,就不敢强出头 名叫要组的小男孩 见不得自己妈妈受委屈 连忙对我大吼大叫 我爸爸对我妈妈很好的 爸爸说这表很贵 有个家长看不过去了 要组妈妈,快别说了 是啊,图总是什么人物 你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多少有点不自量力了呀 图总怎么可能带假货 孕妇傻眼了 她以为班上只有她 妖妻妈妈嫁进了豪门 孕妇强装镇定 摆出贵妇贤内住的样子 原来你老公也很厉害 叫什么名字 说不定我老公认识呢 我觉得好笑 你别老公来老公去的 你没听他们叫我图总吗 孕妇脸色彻底变了 她没想到 有的孩子妈妈自己就是豪门 经营着一家千亿上市公司 妖妻妈妈嘟囔着 有什么了不起 我在手机中敲完最后一行字 拖着下巴看她 在所有家长心目中 我有自己的称呼 不是谁的妈妈 而是图总 这就是我们的差距 孕妇咬紧牙关 却气得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这时 有个男人被秘书助理 簇拥着走进教室 他委屈地喊了一声 老公 妖妻也扑了过去 大哭起来 爸爸 有人欺负妈妈 走进教室的男人 气质有上位者的风度 冬日里穿着昂贵的黑色大衣 头发也打理得一丝不苟 我看了良人李一眼 的确是有些意外 肚子微微隆起的年轻女人 正因为在男人怀中告状 老公 我肚子有些不舒服 良人李却盯着我 似乎在看我的反应 让他失望了 我没什么太大的反应 淡淡讽刺了一声 原来你不止万表是假的 孕妇显然知道我在内涵什么 而她也的确心虚 毕竟只是个小三 老公本来就是假的 但她估计以为良人李来了 会给她撑腰 竟是图对我腰五喝六 可她只是露出 对我不敬重的态度 良人李就皱起眉 沉声道 出去 孕妇小娇妻不敢忤逆她 只好听话点头 好搭老公 然后对赶来的助理白起威风 你还不过来扶我 王助理再怎么也是高材生 却被小三当庸人使唤 可没办法 谁叫杜欣欣得宠呢 但王助理匆匆赶来 却在看到我的一瞬间 如遭雷劈 扶 夫人 声音不大 杜欣欣却听见了 你喊谁夫人 你的夫人在这儿呢 她理直气壮的纠正王助理 显然没意识到不对 直到对上良人李明显发怒的眼睛 以及底下我玩味看戏的表情 杜欣欣终于意识到 我是良人李的原配 顿时脚都站不稳了 偏偏良药祖却还是爸爸 爸爸的拉着良人李 要吃汉堡 我的女儿梁思乔不知何时 早就站在了人群后 良人李比我先一步 看到思乔 没有哪个父亲 被女儿撞破 背叛家庭还能淡定 更何况 思乔还是个极度聪慧厉害的姑娘 要做同学 快让你爸爸多买几个汉堡 再慢点就要饿死了 你爸爸这三个字 无异于把良人李的心脏捅了个对穿 三 虽然良人李口口声声说爱女儿 但连他读哪个学校哪个班都不知道 私生子和婚生子 当同桌这种糊涂事也能发生 可我还是相信 良人李的确爱思乔 且满心都因思乔自豪骄傲 不然良人李不会在我身边 显得如此煎熬 看他煎熬 我就想笑 在各种场合 装得比谁都从容优雅的良人李 也有抬不起头的一天 身后的家长也都在怯怯思语 班上家长不是圈子里的人 这是我特意安排的 因为我希望女儿能够在 较为单纯的环境中长大 认识一些其他阶层的人 谁知道反而给了小三机会 仗着这不是豪门圈子 大家不认识良人李 更不认识良人李真正的老婆 就在班上大肆炫耀 铃声打响 家长会开始 班主任先给大家播放了梁思乔 在各种竞赛中的优异表现 分析了升学率 明里暗里地夸赞梁思乔 通过这些奖项 读试重点的长青藤班级 没有任何问题 家长们不得不发出羡慕的声音 班主任看向梁思乔 也是满脸的自豪 众所周知 现在的升学形势越来越严峻 每学期期末 我们都会进行是重点学校联考 这次联考有很多超纲题 梁思乔同学在联考中取得满分 据我所知 梁思乔同学除了在外学习物理 并为补课拔高 说明他思维逻辑能力 与举一反三能力极高 家长们爆发出雷霆般的掌声 所有家长都在恭喜我 梁人李似乎在雨有荣烟 直到有位爸爸跟梁人李说 药组爸爸 我真羡慕你 你们药组 可以跟思乔这么优秀的孩子做同桌 对呀 要是我有个像思乔这么好的女儿 我睡觉都能笑醒 梁人李很想说 思乔也是他的女儿 但他在所有人眼中是药组爸爸 他笑得简直比哭还难看 更让他难堪的还在后头 班主任本来不愿意放出全班成绩 却有家长想要听老师分析一下 老师说这违反规定 马上就有家长提议 我们知道老师是顾及孩子的自尊心 但我觉得失败是成功之母 不分析失败原因 就无法在下一场考试进步 我家孩子是倒数 我不怕伤自尊 我孩子也是倒数 老师会放成绩吧 药组爸爸 你们药组也是最后一名 我想你也不会觉得 这是一件伤自尊的事情对吧 四 梁人李来之前 显然不知道小三的孩子是班上倒数 不然他怎么可能来 他做了一辈子的人上人 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失败过 但眼下有这么多家长请愿 梁人李拒绝就等于承认了 自己接受不了药组的差劲 他故作不在意的说成绩而已 有什么不能公开的 打肿脸也要冲胖子 班主任最终还是破例 把成绩投影在了幕布上 大家都在对比自己孩子和前后的差距 只有梁人李没有急着分析 因为药组三科加起来不到100 和倒数第二都相差了50分 我瞥了一眼 发现梁人李正在发信息 让助理联系医生给药组测智商 梁人李已经怀疑药组是个弱智了 课间休息10分钟 家长们都在讨论孩子的成绩 更是将我围的水泄不通 向我请教孩子的教育 怎么培养出如此优秀的女儿 梁人李则在角落训斥杜欣欣 杜欣欣哭得梨花淡雨 身边的药组左边脸上一个手掌印 他们在说什么我听不清我也不关心 但后来有一句话我听得很清楚 梁人李用手指着杜欣欣的鼻子说 你也去测一个智商 我怀疑你也是弱智 不然思乔为什么这么聪明 你的儿子却烤鸭蛋 只能是你的问题 思乔经过我 漫条思理的走了过去 出于对他的安全考虑 我想拉住他 但思乔跟条小泥丘似的 一扭腰躲过了 只见女儿走到杜欣欣跟前 像个小大人一样还着手 目光审视着杜欣欣和他身侧的良药组 说了一句 很明显 汉堡吃多了 把脑子吃坏了 杜欣欣本来就在气头上 恶狠狠地瞪着思乔 你一个小孩插什么嘴 杜欣欣想跟我辞敬也就算了 竟然还想跟我女儿搞辞敬 思乔可是梁人李捧在手心上宠的 梁人李哪里肯让思乔受着委屈 他极力压制着怒意 你没资格和他说话 跟我女儿道歉 思乔和杜欣欣 在梁人李心中是千金与玩物的区别 杜欣欣以为梁人李有多乔的其他 意识到这点 杜欣欣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 可他到底年轻气盛 我可是帮你们梁家生了儿子 杜欣欣这话也是说给思乔听的 他以为思乔会有多生气 没想到思乔并不生气 那又怎样 你的基因不好呀 思乔说完 又看向梁人李 我先不说你假装不重男轻女 就说你为了生个儿子 甚至不惜拉低基因水平 你真是饿了 什么儿子都要 梁人李被思乔说得如梗在喉 杜欣欣气得脸色通红 思乔还不罢休 我都准备好等你死后 跟思乡子争一产了 结果对方是梁药组 没劲 杜欣欣胸口剧烈起伏几下 发现自己不占优势 打算直接装晕倒 借着肚子里还有一个 陷害思乔 结果旁边的药组 拉着他说了一句 妈妈什么叫拉低基因水平 杜欣欣直接被气活了 五 我和思乔有母女之间的默契 我知道她并不希望我过去 她回头来 对我仰起眉毛的样子 就像在说 你就在旁边看着 你养大的玫瑰 扎人针针见血 事实证明 思乔赢得很漂亮 不愧是我的女儿 家长会继续 老师还有很多内容要说 两人李想让助理把杜欣欣带走 但杜欣欣偏不走 两人李也不好在这种场合和她闹 只能由着她 两人李回来后 我看她就像被双打的茄子 咽喇叭唧的 比谈项目还要心力交瘁 她或许终于意识到 杜欣欣的乖巧都是假的 开后宫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这次家长会的重点是作文 因为这次班上同学 在作文这个板块表现不佳 老师特地准备了家长夜校 希望家校合一 给家长提供辅导孩子 写作文的方法建议 女儿在这次作文上也表现优异 被家长们提议朗诵作文 思乔大大方方地站了上去 才八岁的小姑娘 穿着白白净净的嫩黄色水手裙 头上两只小羊脚 挽得相当可爱 仅仅只是站在那 就让无数家长心都填化了 可思乔的个性 却和外表看上去的田诺 截然相反 太阳着下巴 往两人里这边瞥了一眼 对后门的杜欣欣 三浪的只有彼此才看得懂得白眼 然后把手中的作文 往讲台上一压 旁边传来家长略微惊奇的声音 他这是要脱稿背诵吗 我心想 思乔这不是要背诵 这是要开整了 此次作文为材料作文 思乔提炼的中心论点为勇敢 这没什么可说的 因为班上大多孩子都能提炼出来 思乔之所以满分 除了他规范的结构框架 引人深思的好词家具 妙就妙在 他选择从责任 道德底线 不忘初心三个角度 全是勇敢 狼与捕猎者搏斗的勇敢 来自于他对母狼女幼崽爱的责任 少年敢于揭露校园霸凌 来自于他无法见死不救的道德底线 画家宁愿一无所有 也不肯同流合污 来自于他对艺术圣洁崇高的初心 可有的人 他忘了责任 忘了道德底线 忘了初心 在虚假的凝厉中飘飘然 在甜言蜜语中自大膨胀 成了欲望的奴隶 在诱惑中沉沦 他至此成为清醒的懦夫 更别提勇敢了 他把自己的孩子像老鼠一样 藏在下水道 八年不敢见太阳 只管在臭水沟里滋滋作响 吃一些别人吃不下 吐出来的残羹剩饭 还为此沾沾自喜 宜然自得 当着社会的蛀虫 可有的人爱好独特 就喜欢这些不是人的肥虫子 还让肥虫子揣了一个又一个 生出些半人半虫的族类 教室里是思乔铿腔有力 又满含嘲讽的声音 我看过思乔的作文 知道他后面全是现场发灰 两人里听的脸都红了 不知是愤怒还是羞愧 身后的杜欣欣怕是要后悔留在这里 被讽刺成 揣了一个又一个的肥虫子 却又不敢发作 没有气的当场吐血 都算好的了 当思乔朗读结束 班级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掌声 赞美声此起彼伏 就好像大家都在庆祝思乔 打离场胜仗 小姑娘也棋开得胜的抬起下巴 无比挑衅的望着良人里和杜欣欣 有涉牛家长直接站了出来 佩服的五体投地 要不是今天亲眼所见 我绝对不会相信 这是一个三年级孩子的水平 思想高度拉满 社会讽刺性极强 思乔将作文纸拿在手中 对我笑出两个小酒窝 是我的妈妈教的好 她给我讲了许多道理 为我的学习付出了很多 紧接着故作遗憾的补充 还有就是 我可能从小就没有爸爸 所以醒悟的比别的孩子早一点 六 家长们都对此露出了同情的表情 良人里一听这话 瞬间就站了起来 他实在受不了女儿当众说他死了 思乔 班主任这时走进来 不解的问良人里 药组爸爸 您这是有话要说 这个称呼 让良人里瞬间清醒 我看他气得都得吃素孝就心完了 奈何只能忍了这口窝囊气 班主任说 各位家长 你们的抽屉里都有孩子 写给你们的一封信 在大家的惊喜声中 良人里并不是很期待的 去摸良药组的抽屉 而我正好拆开思乔的信 上面有许多感谢的话 看得人心窝子暖暖的 良人里的手里 是药组的信 上面只写了一行字 爸爸我爱你 我想吃汉堡 短短几个字 有三个错别字 而且张口闭口都是汉堡 良人里直接气得两眼发黑 把你的信给我看看 良人里朝我伸出手 我不给他 这是思乔写给我的信 为什么要给你看 良人里再也维持不了往日的风度 显得有些气急败坏 你别忘了 思乔也是我的女儿 良人里坚信 女儿也有话送给他 我不在意 那你看咯 只是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良人里拿起信封一看 果然直接实话 因为最下面有一行字 背叛的人下地狱 有些人活着 但其实不如死了 女儿的确有话送给他的父亲 只不过不是什么好话 家长会都已经结束 家长们还是坚持 想让我上去分享教育经验 我条理清晰地罗列了几个要点 然后着重强调 很多家长都会忽视 饮食方面的问题 但其实这很重要 不健康的食物 坏脑子是真的 比如汉堡 家长坐前面 小朋友都坐后面 我这话音刚落 就从良药祖那 传来一声尖锐报名 没有汉堡 我可怎么活呀 如果说 先前良人里的脸是黑的 那他现在脸就是绿的 额头上那一根一根的青筋 似乎正在不规律地弹跳 家长会散会时 良人里是第一个走出教室的 他简直没脸再待下去 而我的身边围着黑压压一群家长 都在说 有其母才有其女 如今一听才知道 思乔不卑不亢的演讲 都来源于图总 图总不愧是著名企业家 名不虚传 杜欣欣咬牙切齿地 在人群后面瞪我 我心想 她一个被包养的情妇 这还极度上啊 简直不自量力 我视线轻蔑地扫了她一眼 杜欣欣的瞳孔果然猛地缩紧 我心知来自强者傲慢的压迫 最能重伤这种 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女人 气 学校外面车水马龙 良人里急不走向轿车 司机和助理早就恭候多时 杜欣欣身子沉 牵着良药组 追在良人里身后 爸爸你走得好快 等等我们吧 老公 你等等我 良人里停下来 却不是照顾杜欣欣 而是转过头 急言厉色地呵斥她 在外面不要这么叫我 杜欣欣委屈得快要哭了 好吗 良总 杜欣欣摆出娇气的那一套 要开始服卵撒娇 良人里这时看见我走了出来 司乔背着书包 乖乖地拉着我的手 良人里顿时变出一副慈爱嘴脸 司乔到爸爸这来 身后着急 想要拉住良人里 我们怎么办啊 良人里头都没有回一个 满眼都只有女儿 助理出面 请杜欣欣打车回去 杜欣欣还在跟助理闹 良人里已经来到我们面前 他竟还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讨好的对我笑 乔乔 我们回家吧 如你所见 我叫图乔 女儿叫司乔 青梅竹马十年 夫妻十年 良人里近乎占据了我大部分的人生 在今天之前 我和他感情一直不错 但至此开始 这一切就成了笑话 看我不说话 良人里更加卖力地挽回 我们先回家 我再向你坦白 我真的很爱 很爱你和女儿 我用下巴指了指 后面正在胡闹的杜欣欣 你的爱 可真多 要分给每一个家庭 良人里说起杜欣欣 眼中竟有一丝轻蔑 那个女人什么都不是 她怎么能跟你比 司乔从下面盯着良人里 你瞧不起她 还让她肚子鼓包 良人里一点不生气 声音极尽温柔 对女儿弯下腰说话 给你生个弟弟 当你的小跟班 不好吗 司乔也不生气 笑眯眯地回答她 你还可以生一个公司的员工 以后我当老板 弟弟们给我白打工 我实在忍不住笑了 司乔也笑得灿烂 唯有良人里 说不过 骂不能 司乔笑够了 对前面穿白衬衫的男人招了招手 声音翠田响亮 老师 我们马上过去 司乔急忙要拉着我走 良人里看见身后的男人是谁时 顿时露出明显慌乱的表情 祝男瑶怎么在这 祝男瑶是司乔的物理老师 同时也是我和良人里 共同的高中同学 祝男瑶跟我表过白 高中的时候全校都知道这事 良人里那会儿还别扭了好久 司乔像一只蛮横的小牛犊 死劲拽着我的手过去 回头还不忘扎良人里一刀 从今天开始 我要给自己找个新爸爸 我怀疑司乔是故意的 因为他明明知道 良人里当年费了好大功夫 才打败祝男瑶这个天将 八 良人里面色看不出过大的情绪 毕竟这么多年 他早就练就了 不险山不露水的风范 不然也不会让小娇七那么崇拜 但我知道他紧紧攥着手的动作 表明他其实早就心急如焚 司乔小小的一只 跑到祝男瑶面前夸彩虹屁 老师今天很帅 穿搭满分 值得鼓励 祝男瑶是物理教授 长期搞研究 多年未婚 司乔两年前跟着他学物理的时候 我见到他简直惊呆了 明明从高中到大学 都是一路校草的人 多年后再见 却变得胡子拉叉 不修蝙蝠 要说祝男瑶 今天也就只是刮了胡子 穿了衬衫 站在阳光下 却让人着实眼前一亮 司乔的赞美没有夸张 祝男瑶又变回当年 那个清冷英俊的校园初恋 我摸摸司乔的头 对祝男瑶笑 今天麻烦你了 我的车年捡了 祝男瑶笑得文雅 绅士的为我打开车门 乐意孝劳 我正要上车 余光看见司乔 正在捣鼓自己的电话手表 司乔还不上车 话音刚落 一辆兵力停在后面 按了一声喇叭 车窗摇下来 男人取下骚包的墨镜 露出立体深邃的五官 司乔宝贝 听说你爸妈感情破裂 我马不停蹄就来了 陆明川 我这多年的死对头 怎么也来了 等等 他的职业是律师 还是金牌离婚律师 我看向两只眼睛 笑声斗甲的司乔 不可思议 我就说他刚才用电话手表 做什么呢 原来在联系我的两个前男友 你这是想让妈妈当场离婚 要说祝男瑶来 良人礼还能干定 但陆明川一出场 良人礼是无论如何 也做不住了 九 司乔正是被小言情剧 荼毒的厉害的年纪 既然小三想要辞敬 司乔自然有的是办法 他给我安排了一场 两男争一女的狗血修罗场 喊给他爸安排了 追七火葬场特等席位 的确是幼稚了些 但却对小娇妻很有用 毕竟顾欣欣从前一直以为 自己才是活在偶像剧里的女主角 我是爸总恶毒原配 她扮演着善良小白花 第三者的角色 看见我的两个前男友出场 而良人礼满心都是吃醋 杜欣欣终于破防了 估计是万万想不到 被她羞辱成阿姨的人 会这么抢手 但我与杜欣欣相反 我虽然看似是受益者 但并未有什么情绪波动 因为我也有一个强大的母亲 她为我做足了榜样 女人不靠男人的追求 来证明自身魅力 我把陆明川的联系方式 从黑名单里拉了出来 有需要我会找你的 但现在是我陪女儿 学习物理的时间 陆明川比了个欧客 随时效劳 迎上身后 良人礼充满极度的目光 陆明川不嫌是大 又补充了一句 瞧瞧 你知道我这么多年都在等你 也不差这一事半会 说完只给大家流利一段尾气 众男瑶只是皱了皱眉 但不说什么 护着我进了车 她动作还挺麻溜 良人礼试图来抓我的衣角 却没能得逞 良人礼快步跑到自己车前 杜欣欣以为良人礼会送她回家了 欢天洗地跟上去 结果人还没进去 良人礼重重地把门一关 对司机说 追上前面那辆车 别让夫人跟人跑了 杜欣欣愣在原地 一时间 偌大的学校大门空地上 只剩下她孤零零牵着小孩 良药组啥也不懂 看良人礼走了 爱声叹气 吃不了汉堡了 十 公司忙得不可开交 新车上市 我要准备的东西很多 和良人礼离婚的事情 只能说提上了日程 陆明川成了我的离婚律师 他天天催我 还逢人就宣传揭了我的案子 别人都说 徒桥脱离苦海 陆律师好事将近 良人礼看不惯 陆明川这种 明着来挖墙脚的作风 但又实在理亏 说不出什么狠话 陆明川这么一搅和 良人礼在圈子里的爱情人设 算是彻底崩了 思乔这段时间也没回家 全权交由我的父母看顾 良人礼从前 是和我势均力敌的豪门 但近年来 不如我家发展好 我又是良人礼苦追了 十几年才得到的妻子 我父母最先看重的女婿 本不是她 现在 她在我父母面前 更加说不上话 据我表姐说 良人礼每天放学 都只能躲在车里 摇摇地看思乔一眼 良药组有次认出了她 她怕思乔吃醋 选择跟良药组装不熟 我笑得直不起腰来 正在这时 祝南瑶的电话进来了 她一直话不多 是个一心扑在 学术研究上的斯文男人 近日不知道为什么 有时候 一天要接到她三个电话 表姐在旁边听着 等我挂掉后 她看着我笑得意味深长 从前你和良人礼没闹离婚 祝南瑶连话都不敢跟你说 同事们都说 祝南瑶 这几年像个感情受挫的 忧郁男神 表姐和祝南瑶同一所大学 不同系教授 我摆摆手 说这可和我无关 表姐不再调侃 而是认认真真的劝我 陆明川和祝南瑶都很好 但我不认为他们好 你就一定要跟谁进入下一段 爱是从尊重自己的意愿开始 而不是成全别人的守候 表姐说这话时 思乔在旁边玩树毒 她没有看向这边 但动作明显慢了很多 十一 再次见到梁人李 是在班主任办公室 梁耀祖和思乔起了争执 起因是学校体议节 班主任发了照片在群里 杜欣欣从照片上看到 梁耀祖携带散了 让家委会的徐连连妈妈 去帮寄携带 杜欣欣接孩子的时候 看见梁耀祖的携带还是开的 而且还摔清了手臂 杜欣欣就想要质问徐连连妈妈 但徐连连妈妈没来 她就抓着正好出校门的 徐连连小朋友 徐连连小朋友 直接被吓哭了 梁思乔是班长 当仁不让地站了出来 没想到梁耀祖坏到根里 竟然火上浇油 冤枉是思乔故意踩他鞋带 害他摔倒 正好今天去接思乔的阿姨晚了一些 道场发现已经乱成一团 慌里慌张地把我找了过去 梁人李到了学校 但只是在办公室外面 他显然不愿露面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来 也许是不放心思乔 杜欣欣欣光看到梁人李的身影 连忙就收连力找 庄无辜可怜 药祖是个本分的孩子 哪里有思乔这种心机 班主任有些听不过去 药祖妈妈 你怎么能说一个小孩心机呢 事情不正在调查吗 杜欣欣抹眼泪 还需要调查吗 我儿子伤得这么重 他在班上老受同学欺负 这是校园霸凌 你们当老师的却只知道教书 不懂得育人 班主任脸都气红了 药祖妈妈 请你至少尊重一下老师好吗 遇上这种白莲花 也是辛苦老师了 我淡淡发言 既然你觉得这个学校 不适合你们儿子 就请转学吧 杜欣欣不乐意了 睁圆眼睛 凭什么不是你们思乔转学 这话一出 我们大家都明白了 我还起手来 原来要走妈妈闹这一处 是想把我们思乔赶走啊 班主任显得有些着急 思乔可是学校的宝贝疙瘩 招生宣传的小明星 怎么能放人呢 班主任软下语气 既然这样 那学校就不留你们了 最礼貌的语气 说最狠的话 杜欣欣就地愣住 估计也没想到 班主任都不挽留一下 他一旨气势 太过分了 把校长喊来 校长喊来也是这样 委婉地请他令泽学校 杜欣欣还要告到教委 梁人李在这时候终于出面 转学吧 杜欣欣依偎在梁人李怀中 就是让你们思乔转学 梁人李推开他 吩咐助理 给耀祖办理转学 越快越好 杜欣欣大惊失色 不可以 凭什么要让耀祖转学 梁人李丢不起这个人 转身离去 走之前不舍地看了我和思乔一眼 走廊里回荡着杜欣欣的院队 梁总 我们耀祖不能转学 你知道他本来就不聪明 读差学校只会更差 你不能只偏心思乔 耀祖也是你的儿子 想来梁人李从前 也是宠着这个娇妻的 不然不会把他灌得这么无法无天 只是杜欣欣自不量力 炫耀到了原配跟前 还翻了车 不然梁人李也发现不了 小娇妻竟然是个泼妇 我知道梁人李有多黑心 多精明 要是杜欣欣一直是这副样子 梁人李不可能把他留在身边 也许是有了二胎 给了杜欣欣自己地位稳了的错觉 竟敢在公开场合 于原配面前叫嚣 不过他可能要后悔了 任何事在梁人李面前 都算不上筹码 经此一遭 杜欣欣会被抛弃得很彻底 十二 我牵着思乔去停车场的时候 梁人李站在我的车前等我 他整个人憔悴了很多 拿着烟的手一直在抖 尼古丁也无法麻痹他的悲伤 我转身离开 宁愿打车也不要跟他说话 梁人李跑过来拦住我 卑微又无助地求我 别走 不要离开我好吗 我已经有半年没见到你和女儿了 梁人李神色悔恨 充满血丝的眼睛深深注视我 我不能没有你们 我爱你瞧瞧 很爱很爱 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 从爱人到朋友 再到亲人 你不能说抛弃就抛弃 你不爱我了 那我就什么都不是了 我就是路边一条没人要的狗 你可怜可怜我吧 他拉着我 弯着几辆 没有任何自尊的乞怜 我不求回到从前 我只求往后的日子能够 还以你丈夫的身份活着 公司老板富豪这些 再好再厉害的身份 我都不稀罕 只有你图桥的丈夫 思桥的父亲 这两个身份 能让我感到自豪满足 真的 思桥 思桥 你帮爸爸说说好话行不行 让妈妈原谅爸爸行不行 我推开梁人李 你够了 别碰我的女儿 梁人李哭得泪脸满面 在我的跟前跪下 埋着头 像个等待处刑的犯人 哽咽抽气着忏悔罪行 我真的错了老婆 我这几天一直做梦 梦见我们小时候 我们认识的时候 跟思桥现在的年纪差不多 你跟思桥一样高 喊我小李哥哥 两人李拉着我的衣角 不肯松手 哭声越发嘶哑 上学的时候 也总有其他男生围着你转 他们甚至比我优秀 我嫉妒 我害怕 怕你不再是我的 我拼命地学习工作 变得优秀 但还是看着你 和人谈了一段又一段 最后终于 我等到你了 还成了你的丈夫 我收缩着胸腔 努力让自己平静 你不要再说了 离婚的事情已成定局 后来是王助理过来 扶起哭得近乎晕厥的梁人李 我抱着思桥 飞快地离开了停车场 我终于知道有些女人 为何会原谅出轨的丈夫 因为道歉时 他们真的可以卑微到尘土中 我真庆幸 当时自己心中 没有任何一丝心软 正如梁人李说 我谈了一段又一段 每次分手都潇洒决绝 我本就是一个 拿得起放得下的性格 在梁人李身上 他就如同侮辱我楼道里的垃圾 处理了就完了 后来传来一些风声 杜欣欣腹中胎儿 被查出纯恶劣 一个雨夜 杜欣欣在我家门口跪着求我 夫人 我错了 您可不可以看在孩子的面上 让梁总允许我把孩子生下来 他肚子已经很大了 看上去可怜至极 额头在台阶上磕了一下右一下 从前都是我自不量力 后来我才知道自己 不过只是他眼中的猫猫狗狗 我装可爱乖巧 整整八年 不能有一点自己的脾气 可是当我看见 思乔当众骂他 他也不生气 而您无论怎么横眉冷目 他对你眼中永远都那么温柔爱乎时 我好嫉妒 他跟我说 他爱的永远只有你和思乔 一点不在乎我的感受 所以我才像疯了一样跟你们作对 都是我自讨苦吃 我错了 我已经没有药组了 他们把药组送出国了 不让我见儿子 我只有肚子里的宝宝了 两药组被强制送去国外 读寄宿制学校 杜欣欣并没有跟着去 杜欣欣显然已经被良人李彻底抛弃 她的孩子生下来纯恶劣 没人会管 我撑着伞 在她面前蹲下 抚摸着她的肚子 孩子 虽然你也是一条生命 但我真诚地建议你 找一个更好的母亲 出生之前就让你淋雨的母亲 往后你只会有淋不完的雨 顿时 杜欣欣在我背后嚎啕大哭 却再也不求我了 她没立场再求了 和良人李离婚的那天 从法院出来 她在长长的阶梯下方回头看我 目光充满留恋 陆明川用文件夹挡住我的脸 挑衅地看向良人李 做出口型 还不快滚 等良人李走后 我压下陆明川的文件夹 让她别闹了 陆明川说 我这不是怕你伤心吗 我说我不伤心 只想回家见女儿 春日 思乔正坐在物理实验室 看阳光穿过爬山虎 投进室内生计勃勃的阳光 重男友把她最新的物理竞赛 奖牌给我 我拿着走了进去 思乔头发长了一些 披在背上 像油滑的段子 听到我在喊她宝贝 思乔转过身来 看了我一会儿 问我 你们离婚了是吗 我点了点头 是的 思乔做出个大大的笑容 但不一会儿 她就装不下去 扑到我怀里 哭得厉害 我没有爸爸了 我再也没有爸爸了 为什么我的爸爸是坏爸爸 他为什么呀 为什么呀 他从前对我那么好 装作坚强的姑娘 终于露出了真实的一面 能写出满分作文的孩子 一定有一颗 无比柔软温暖的内心 发现良人李背叛后 那些坚强镇静 都是装出来的 我了解我的女儿 当她哭出来 我才彻底放心 父母感情破裂 受伤的永远只有孩子 思乔恨良人李 更恨她与良人李血脉相连 在生理学上 要喊她一声爸爸 可思乔才九岁 这些对于她而言 太过沉重 我听她哭得这样伤心 作为母亲 却什么都做不了 我急切想要 思乔从痛苦中走出来 那妈妈给你一个新爸爸好不好 一个比良人李更好的 思乔打断我 不要 她两只眼睛 红得就像兔子 捂着我的嘴巴 不让我说傻话 妈妈要尊重自己的心意 我不会再撮合你和任何人 我没有爸爸也可以 妈妈可以有事业 我也可以一心铺在学习和比赛上 爱情也不是非要不可 表姐的话 思乔果然听进去了 我用力的把她抱住 谢谢你 我的宝贝